受疫情影響 澳門整體社會 經濟亦都出現不少後遺症 行政長官賀一誠 今日列席立法會時表示 貴立經濟委員會和社會意見之後 新一輪的電銷計劃 將會以簡單快捷為方向 期望五月份落實推行 不少居民都引頸以盼 我覺得不錯 派助可以解決自己的民生問題 現在都很多人失業 問問你自己有沒有因為疫情 受到甚麼影響 會的 翻兆了工作 你本身是做甚麼職業 將房 從來所知 會不會身邊很多人都失業 會的 有很多島廳都倒閉 有些都是買一送一 我也是 即是回半個月放半個月 非常之好 因為很多人失業 開心 好像去年都可以 本身仍然是對你自己的生活 或者工作你會認罪 有 起碼我們現在上班 是很多無薪假的 一個月都是回不了一半工 起碼差不多有殺人的無薪假 有多些幫助一下 照顧一下 幫助一下 趕著小朋友 輕鬆一下 我覺得 女兒有時有公開 有時沒有公開 無薪假 有一個家庭 無薪假 就成了 沒有環環 消費也好 現在經濟那麼差 現在幫助一下 特別是年輕 別說是年輕 我們的長輩也是 賭場就不行了 你又幫助一下 想甚麼政策 幫助一下年輕 主要是年輕工樓很辛苦 特別是小孩子開支 但政府目前尚未公布電子消費優惠計劃的詳細資訊和具體金額 對民對此有不同的期望 我都沒甚麼所謂 多少都沒甚麼所謂 最引起政府說給多少就給多少 對於澳門來說 我都算是這樣的 都是吃 買一些日用品 小朋友 奶粉 幫助一下我 不用 不用 文博 聽有些議員說 希望要求8000 如果有就最好 沒有5000元都可以 我們希望大多一點 但政府心中有數 我們說是沒用的 消費卡主要用在哪一方面 我覺得是我們私家通常買菜 有用品的 希望可以達到 增一次的以上 即是8000以上 希望可以 日常消費的飲食 我覺得也是時候要推進 此外 特區政府也正研究 兼顧其他援助中小企的可行性措施 例如水電費支援等 以便和電銷計劃一併修改預算案 同時落實 可一誠又說 4月份已經有現金分享 5月份又有退稅計劃 希望居民多點消費 中小企業撐得住 打工仔才可以捱得住 寄予社會各界共渡時間 致敦 有沒有人家賺的